揪鬆法的改版 然後這個是之前做的一個發想 一個列表在這邊 然後呢今天就跟幾個夥伴一起做了一個討論 所以呢其實我們不用看這 我們應該要看這邊 那就是我們的成果 有沒有看到 哇 我們有個原型叫揪鬆 然後呢 波統的 應該不會倒吧 波統的角色從一個初心者 他開始進入他要找分的階段 接下來變成要挖坑的人 然後成為大使 然後有些人可能過來找茶 然後他可能是在做廣訓的 這樣的一個通訓員擴散出去 就從中心使用者到他的需求 然後在外比圈就是各式各樣的action 跟他的一個模組 我們就發想一個非常巨大的隕石坑在這裡 所以一把這時候就跳出來說不行 你們不能這樣 你們這樣下去 就是下一個 死掉了 死掉了 所以 其實我們另外一邊 我其實也有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切碎的工作項目 但是這個還沒有做得很完整 那一方面那個 一把看到這個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要具體的把它詳細列出來 所以除了上面的工作項目之外呢 下面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把幫我們建立的使用者信務歷程 我覺得這步建立的蠻不錯 我們之後可能就包裹這個形式去做 所以接下來就比較接近分工的狀態 我們一開始其實發想完這個之後 那要怎麼開幹呢 然後我們就先找一個小item來做 那個item的角落 大家剛剛都沒看到 因為我們這邊提案 其實有個重要功能 應該就是讓大家去找 那要找的話就叫下標籤 然後標籤亂下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該SUMMAS一下 這二十幾次的黑客送 他的各個提案 他的標籤可能是什麼 所以我就請這次來幫忙的夥伴們 我們就把二十五次 二十七次左右的黑客送的提案 分成四塊 大家來下標籤 所以這大概是下出來的標籤 有像是什麼獻改立法院 互動前端籃籃包 已經做了一百二十幾次 我們不希望它太多 我們希望再把它SUMMAS提出來 變成幾大箱 再分這些小箱 可以很方便 可以讓我們快速的去 去那個 再整理 之後大家要發專案 就很容易可以去下標籤 然後另外一邊我也簡單的用BOOSTRAVE 第四版 刻了一個新版的介面 那他重點會是在一些地方的簡易的改進 所以大致上會長很像 但也會發現像是這個MenuBar 簡單做一個改進 把舊的項目都拿掉 新的項目則是把它縮減 一些記錄的東西留著 然後呢 Action Item把它拉上來 這邊則是EPA答應說要做的 就是它的MACAP 你上傳了嗎? 還沒 還沒 在這裡 這EPA的MACAP 我們看一下 我也是剛才看到 OK 這可能看起來就是 要有一些check out一次 是我可以去做 是不是? 那有的說你了解就是打開 最下面可能會得分 你就要一百分一百分 然後就獲得一個小勳章 這樣子 下面就是你要做那個很大的系統 很大的系統 這樣不可以 這樣 OK 拼起來要花一些時間 可能再過兩次 還有一個時候 看會不會完成 這會是下面一個Footer 我們把不重要的長在這邊 OK 所以今天 不太緊張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感謝今天的合作夥伴 那個小蓮 還有伊莉 還有Event 站起來給大家揮個手 我們感謝幾位 有他們 我們今天才有這張品 這張品真好漂亮 我們要不去收藏 OK 我的提案大概是這樣 好 因為我是主持人 我要接著下一個是 Super Beer 有提嗎? Super Beer OK